今天我們日本之旅 就去到最後一站了 我們由東京去到伊豆 再到大島 再來到大阪 現在到最後一站 就是江山了 我發覺今次最開心的就是 江山二改 本聖蘭二 我們來到江山了 今天第一站我們來到江山 是去穿牛仔布的和服 想不到除了Chef Kenny闖出名堂 連這個日文名都闖出了名堂 赤堅持旅遊團 我就是Sanky站 Sanky 或Ganky 或Kanky 我們來到江山後樂 這裡很有感覺 一來到我就先選了Jazzar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看到很漂亮 這件是不是結婚穿的 男生的就是這裡的 我想選一件牛仔布 這件好像有點沒事 那我選這件吧 這是牛仔布 好嗎 好 我已經選了 那我想知道呢 這些牛仔布有什麼歷史的意義呢 江山呢 最出名就是做牛仔布 很多世界知名的品牌 都是用江山的牛仔布來製造的 這個就是日本一個很出名的 一個專門做Japanese布的 Denim的一個地方 去那些布 去設計出這一套和服 江山這裡最出名的就是做牛仔布 而且這裡的藍色是這裡升毒油 我之前在別的品牌那裏 我都見過是特意拿出這個藍色來製造的 那原來這個條紋 在和服來說 其實是挺名牌的一件事 但本來就把這個這麼傳統的條紋 看到其實有很多細的花紋在用 這個條紋 全部是一針一針的 再拼進牛仔布那裏 就把傳統的工藝 混合到現在這個模特兒的設計 謝謝大家 但他們說拿這袋是要有巧妙 不可以就這樣推一下去拿 不過這袋以前不喜歡裝什麼的 以前應該是沒有電話的 盤穿 江山果然是這個牛仔布之都 連Kimono他們都是用牛仔布可以做到這麼漂亮 不過我還是覺得好像牛仔褲方便行動多些 不如我還是去換牛仔褲 來到江山這裡 我都要吃一些特色的東西 所以今天特地在這裡兜兜轉轉 去找了這間千屋牛 那裡面是吃了什麼呢 就叫青麻綠牛 那它特別在那些什麼呢 聽說它們的牛肉是全部風乾過 抽了裡面的水分 然後再再燒 這樣 那我呢 不是 就再燒一下它 幸好有你在這裡 那我們就進去吃東西吧 我又吃了 那第一道菜呢 就是這個千屋牛 他們店鋪的這個主打 它應該是拖一拖煎一煎 所以這個面上已經熟熟了 但裡面呢 應該都還要生生的 嗯 不錯 挺香的 那來了幾款牛肉呢 那我們就可以燒了 它這個呢 就是Sherbrotonian 那其實說完的名字 我都不太知道是什麼 那 但是看起來呢 就都挺肥美的樣子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牛肋骨 那我已經看到它呢 那些筋肉都挺分明 那樣應該是挺juicy的 感覺上 那這個呢 就厲害了 這個呢 就是牛舌 我們平時在香港看到的 就切到一片片很薄的樣子 那它真的呢 厚切呢 就真的整條舌 那它說燒完之後呢 就連著這個呢 柚子蔥一起去吃的 試一試一試 這個我覺得像一塊牛扒一樣 這個像西冷扒一樣 你是不是什麼內臟都吃 不是的 我不吃內臟 你算不算嗎 你也算的 你也算的 而且今早就吃了鵝肝 對 你不吃哪一款內臟啊 我不吃那些腸啊 什麼腎啊 肝啊 什麼牛邊啊 那些都不足 牛歡喜 我現在逐個樣子試一下 首先呢 我就先試了 這塊像西冷的東西 我先試一下 哇 原來很OK啊 真的沒有想到這裡 小小鏡 就是這裡當然沒有大阪啊 東京那些大城市那樣 它真的很好吃 咬下去是 不韌的 你看 試完剛才這個 我最大期待 的牛肋骨 哇 你咬下去呢 感覺到那些 那些油滲了出來 好像回去有排跑步 接著到這個了 牛舌 牛舌配這個柚子蔥 我個人覺得呢 可以不用加這個 因為它太搶了 那個柚子的味道 它搶了牛舌的味道 這個牛舌本身也挺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這個味道太濃烈了 那個蔥 都搶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棒 這些 好吃 我剛才還在想 為什麼突然話風一轉 為什麼有這些 那麼性感的音樂 然後一轉眼就看到它在吹 我剛才在吹 江山的淡淡哀愁 加一點性感 我想加一些詞在了 你給我的愛 一次又一次 給我你的愛 我愛你 不要別離 喂 剛剛有沒有這個 哦 我愛這個 哦 喔! 我愛它! 我最喜歡的EVER 我真的不懂,之前不懂,她不知我喜歡Evra 怎麼說,很厲害 很開心,沒想到在Ogayama 在一個店舖裡居然會有一個隱世個人 她連續三年拿了全國的口琴冠軍 她故意款待我們在香港以來 她除了給我們好的肉,她還故意吹走一曲 她還知道我喜歡Evra 謝謝 現在終於來到鼻中松山城裡 尋找我的愛人 好可愛 很想養貓 三十六神,你找到老婆嗎? 你找到城主夫人嗎? 我買給你玩的 咦? 咦? 我一明白為何穿和服的人 全部走得好像很氣與軒昂 或者很優雅 因為他們想走大步一點都不行 好像站著我 好像站著我